大家好 上一支影片我解釋了寄生上流這部電影裡跟台灣有關的關鍵字 同時也是宋康浩的角色背景經歷 今天這支影片在想和大家解釋這部電影裡的四個韓國文化 分別是這四樣 第一,傳統有錢人愛住偷天這件事 因為在那時候Kangnam Style的關係 很多人會覺得韓國有錢人都住在江南 不過其實首尾以前的中心是在漢江以北 以中路區中區為中心 傳統的有錢人他們喜歡住的是在山坡上的透天獨棟 有自己的車庫院子的房子 許多政界人物財團大老闆都喜歡住在這樣的房子 那原因是什麼呢? 一來是因為以前沒有公寓 韓國是在1970年之後才大肆的興建公寓 政府為了讓大量流入手的人口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啟動公寓的興建計劃,鼓勵大家去住公寓 這我之前有寫一篇 都更不成反而變文化遺產 首爾最後一棟市民公寓的文章做介紹 大家可以去底下資訊欄看 所以早期大家都是住在平房裡 公寓並不是一個特別優的選擇 而且老實說公寓是一種集合式的住宅 你在電梯裡面會遇到其他住戶 那監視器也看得到有誰進出你家 對於住宅以私人來說 這反而是一個缺點 另外你會發現這些豪宅的特色就是 很多都在山坡上 一來是因為首爾本來就多坡 二來是因為豪宅蓋在山坡上 可以遠離市井小民 而且這些有錢人也不在乎 家裡離地鐵或公車站有多遠 反正他們出路都有司機開車 以韓國最大的財閥三星集團來說 會長李建希一家人 就住在離泰越漢南洞山坡上的豪宅裡 跟寄生上來的有錢人一樣 房子是蓋在有點坡度的地方 曾經在三星擔任法務部長的金楊潮 也在書裡面提到 李建希一家為了保有隱私 甚至還蓋了一個美術館 他在書裡是這樣寫的 收藏高價作品的美術館 以防範盜竊為由 得以合法配備大量的保全人員 事實上也防範了一般人進入 李氏家族村 這對於李氏家族可說是完成了 防衛要塞的功能 不過因為後來韓國的建築技術漸漸提升 加上政府都市計畫的關係 公寓漸漸變成韓國人喜歡的住宅選擇 以江南來說 政府在1970到1980年之間 把許多名校都從 漢江以北遷到漢江以南 重視教育的中產階級父母 就跟著學校一起遷移 這其實是現在江南能夠發展起來的原因之一 那後來新的有錢人像是科技新貴演藝人員 也就比較習慣住在現代化的公寓裡面 所以這也可以看出 韓國人的整體住房選擇趨勢變化 你好 我是百姓家的長男 紀佑 我一直想想 紀生上流裡的第二個韓國文化就是 主角一家人所住的半地下的房子 其實所有有非常多這類半地下的房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房子出現呢 這得從韓國一種特殊的房子 以台灣的習慣來說就有點像是 公寓跟透天錯的綜合體那種感覺 大家好 今天為了要介紹一下半地下的房子 所以就跑到一個現在正在已經準備要都市開發 然後很多人都搬走的地方 然後這是以前我的舊家附近 那這是一個比較舊的社區 然後也在山坡上 很多房子都是舊型的房子 它看起來像台灣的一個透天錯嘛 但它的樓梯是在外面的 然後你從一樓進去 會進到一樓的家 然後再從外面的樓梯爬上去 就是去二樓的家 每一層是不同的人住 這個樓梯啊 它就是通往 住在一樓的人 然後這個樓梯呢 就是通往二樓還有另外的入口 那住在半地下的呢 它的入口就在這邊 那其實這個也沒有到非常的半地下 如果呢 我們穿半地下 你們的 普通這種半地下 是可以一層的 但是 法律上是半地下 嗯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看別的房子 然後像這邊這種也是樓梯在外面的人 在1970年 韓國政府在建築法裡面規定 這樣的多戶型住宅 必須設有地下室 這是為了以後可能戰爭的時候 可以到地下室避難 也就是防空洞的概念 後來這個原本作為 防空洞的地下空間 就漸漸的轉變成居住空間 因為首爾的人口成長得非常快 居住的空間不足 所以政府有點算是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讓這個半地下的空間 變成可以住人的型態 半地下的房子有幾個缺點 像是濕氣重蚊蟲多 下雨的時候容易淹水等等 但它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便宜 我以宏大的套房為例 一般韓國人租這種叫做 one room 的套房 我們先不論保證金跟管理費 宏大一代這種套房 月租大約是韓比50萬左右 但是如果你找的是半地下的房子 月租可以壓到50萬以下 甚至可以到30萬 對於有經濟壓力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划算的選擇 而且有些半地下的房子 它不是故意蓋成半地下 是因為房子本身蓋在坡上 你的房間看出去其實是一樓 但是建物的大門可能蓋在坡上 所以從建物大門進來的話 會覺得要往下走才會到你的房間 變成你的房間是半地下 那這種類型的半地下呢 叫做窮沙雄 也是比較具有投資價值的物件 這是它的正門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是半地下的窗戶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往這邊走一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斜坡上 所以它這邊的窗戶 比剛剛那邊的大一點點 然後這邊又有另外一個大門 它裡面其實又有一個窗戶 所以它的採光啊 就還是有的 它就是很明顯的 它是傾斜型的半地下室 不過寄生上流裡的半地下房間呢 不是這種傾斜型的 甚至它有三分之二是在地面之下 這種算是真的比較不OK的類型 關於半地下的房子 我之後會再拍一支影片 詳細的介紹 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住過半地下的心得 有興趣的話請訂閱我的頻道 第三個藏在 氣身上流德的韓國文化 是一首愛國歌曲 就是我們在預告片裡面 可以看到的這一段 台灣人乍看這個片段子會覺得 是一首很輕鬆的曲調 但這首歌的曲調其實是 一首愛國歌曲叫做 獨島是我們的領土 是1982年由鄭光泰所唱的一首歌 獨島這個地方呢 日文把它稱為主島 它是由兩個小島級數十塊礁石所構成 位置就在韓國跟日本的中間 因為經濟海域的關係 所以韓國跟日本都堅持自己擁有這個地方的主權 這是一個蠻複雜的問題 韓國人跟日本人超容易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你去網路上搜尋獨島主權 就可以看到很多內容 那我們這邊就不多做解釋 我問了一下身邊的韓國朋友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首歌 甚至Youtuber上還有用這首歌來編舞的影片 那我也不知道導演把這首歌 埋在電影裡的用意 可能他是因為覺得全韓國都知道這首歌 也可能是他想要表現某一些立場 所以我就不知道囉 第四個寄生上樓裡出現的韓國文化 是吃到飽的四季食堂 韓式自助餐 這部分我有特別出外景 我們去看VCR 司機食堂有幾個特色 第一有停車場 如果是計程車司機的話 他就一定要找地方停車他可以吃飯 第二個呢就是通常會在加油站的附近 第三個通常是簡單的飲食 像是 有飽足感能夠配著白飯吃的食物 第四個呢就是 一個人也可以吃 機車食堂 普通是年輕人都不去的 但是年輕人都不去的 因為他需要停車場的關係 所以說的是現在的司機食堂 數量比較少 電影裡面的是 普通的方式的司機食堂 普通就是巴菲的意思 吃到飽的自助餐 那種感覺 找了一間店給大家看看 好我們到囉 可以看到後面就是 這個司機食堂 他停車場超大的 後面 都是可以停車的 但是呢 他的外觀有點改了 原本以前是叫 Kisashita Pukue 他現在改成叫做 Hansi Pukue 那個Kisashita的名字改掉了 我原本是想要照以前的樣子給大家看 但是 他就已經改裝好 那也沒辦法 那我們既然來了就還是去吃看看吧 Let's go 餐盤在這邊 然後餐具 白飯 紫米飯 這邊都是 可以自己拿的 這邊菜還蠻多的 雞啦 江菜 懶four 不用擴鎖 他這邊呢 每一天的煮菜不同 今天就是 人參雞湯 禮拜一就是 辣炒豬肉 禮拜二是 給酒湯 一人份是 七千元 七歲以下 最大的话是3,000 它很好喝耶 很鲜 因为影片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放了一部分的内容进来 如果有兴趣知道更多 司机食堂的详情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真的很想在今年年底 突破2万订阅 以上就是寄生上料理出现的4个韩国文化 你们有觉得哪个文化比较特别或有意思吗? 欢迎留言跟我说 那就这样啦 拜拜